美聯儲議會在週四的凌晨 公佈議席的結果 事實上普遍預計將會公佈 縮表的計劃等相關的細節 這也支持美匯指數 靠穩重返94水平以上 這也導致亞太區的股市 匯市今天表現普遍偏軟 其中在內地股市方面 今天繼續震盪調整 煤炭消費領漲 但是軍工新能源概念 則表現低迷 一度拖累戶指跌破年限 雖然中廠跌幅收載到0.2% 仍然失守3500點整數關口 宣傳值跟窗外板指數的部分 則分別下跌0.07% 以及接近0.4% 那麼互相兩次成交 較昨天明顯縮量 但仍然是連續第9天 破萬億 那麼有關A股方面的話題 稍後我們有請我們 北京演播室的嘉賓 德邦基金首席市場分析師 吳宣先來做進一步的解讀 還有分析 至於香港股市路德7連跌 早盤一度下跌 接近300點 中廠跌幅收載到74點 再度鹹手25000點收市 而在板塊表現方面 上海證券報報導 10月份內地的房地產貸款 投放規模 無論是環比或者是銅比 都有較大幅度的回升 金融機構對房地產融資 已經基本恢復正常 這也帶動內綁板塊 逆勢上揚 先帶你看報道 內地互增股市周三集體低開 互指一路震盪下行 盤中曾跌破年限 尾盤略為回穩 但中廠仍失守3500點關卡 創業板指衝高回落帆率 盤中一度下跌超過1% 從盤面上看 元宇宙 豬肉 以及煤炭概念股逆勢走強 而光幅 汽車 國防軍工等板塊 則跌幅居前 互指收報3498點 跌幅0.2% 生成指收報14367點 跌幅0.07% 創業板指數跌0.37% 科創武林指數跌0.43% 兩次成交額雖突破萬億元 但較周二明顯萎縮 北向資金小幅近買入 香港股市周三 再度與全線破頂的 美股走勢背道而馳 路德七連跌 內地疫情升溫 再加上美聯儲工不依稀結果前夕 市場氣氛謹慎 影響恒生指數盤中 一度下挫將近300點 跌破25,000點關口 隨後跌幅收窄並收復關口 恒生指數收盤 報25,024點 下跌74點 跌幅0.3% 主板成交1,198億港元 籃籌股跌多漲少 光伏股受壓 新易光能暴跌7% 是表現最差的籃籌股 今日覆牌極深的保利諧星 再大跌14% 大型客網股個別發展 美團和騰訊分別升2%和1% 支撐大勢 而小米集團則下挫將近3% 而體育用品股逆勢走洋 李寧大漲將近7% 安踏上升近3% 是表現最好的兩支籃籌 亞太區其他股市漲電互現 日本股市應假期休市 韓國股市收縮超過1% 台灣股市則收升0.33%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北交所昨天正式發佈交易規則 會員管理規則 以及31件配套細則 那麼自此7件基本的業務規則 已經全部發佈 為北交所15號順利開市 還有平穩運行奠定了基礎 根據北交所發佈的規則 在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 新三板精選層掛牌的公司 將評寄為北交所上市公司 評寄當天股票交易 實施30%的漲跌幅限制 並以精選層最後一個交易日的收盤價 作為前收盤價 交易規則也基本延續新三板精選層的交易制度 漲跌幅限制等其他主要規定也保持不便 以確保市場交易穩定性和連續性 會員管理規則方面 已經取得新三板券商資格的證券公司 如果要在北交所開展業務 需要申請北交所的會員資格 交易所將可以對會員進行現場和非現場檢查 對違規採取自律監管措施或紀律處分 另外 北交所和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發出公告 指上市公司股份協議轉讓 必須在證券交易所進行 由兩家公司集中統一辦理 嚴禁進行場外非法股票交易和轉讓活動 細則指明 股份轉讓雙方可以就轉讓價格進行協商 轉讓協議達成後 雙方應向北交所申請確認股份轉讓合規性 而北交所也表示 之後還將陸續發布涉及QFee和RQFee證券交易 以及發行上市審核標準的適用要求等相關業務規則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中國人民銀行今天逆回購的規模 增加到500億元人民幣 這也令到進回籠的資金略有減少 有助於銀行間在序的氣氛 而隔夜回購利率回落到兩立下方 中國人民銀行周三打破 踏入11月以來的 百億元人民幣 逆回購操作規模的模式 操作量500億元 讓市場感到意外 也讓進回籠資金規模 縮小到1500億元 銀行間債市的資金預期趨穩 整體供給平穩偏鬆 隔夜回購利率回落到兩立下方 其他期限利率同步下跌 不過國債限期貨進行盤整 市場人士指出煤炭價格激烈反彈 令通脹擔憂升溫 壓抑債券市場的表現 匯市方面 投資者觀望美國聯邦儲備局的 議期結果和縮表計劃 影響匯市焦頭彈徑 美匯指數在年內高位附近 窄幅爭持 對英鎊 歐元和日元 繼續貼近近期高位 人民幣也缺乏動能 中間價小跌70個基點 到6.4079 稍低於市場預測的6.4041 集期會價在63個基點的窄幅之間 反复波動 有效波幅不足40個基點 中場小幅收高15個基點 到6.397 是近一周最高位 離岸會價也跟隨牛皮偏穩 並收復6.40關口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內地股市今天全線走弱 戶指自8月底以來 首次收在3500點下方 而盤面上的風格轉換明顯 前期遭到現價消息打壓的 煤炭板塊集體走強 而新能源板塊則挨估 向我們的話題 我們立刻請教我們北京的嘉賓 吳宣賢 吳宣賢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吳宣賢 我們看到戶指 今天再度失手3500 而且連續兩天急穿的年限 這顯示市場避險情緒 又再度的升溫 成交方面 雖然連續第9000破萬億 但是比昨天已經明顯 那你預計大盤的中心 是不是還會持續地往下移 實際上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 來看一下今年整個市場的運行 其實從今年從3月25號以來 其實市場一直呈現出 典型的結構性的一個分化 那麼這個結構性的分化 我們會發現 像包括周期股為代表的上升指數 那麼成長股為代表的創業板指數 以及以消費股為代表的滬深300 其實在今年是完全不同步 也就是說基本上市場 會在三種風格之間 進行頻繁的一個切換 所以大家也會感談 今年的賺錢是格外的難 那麼到目前為止 我們會發現 從本輪大盤到現在為止 上升指數 是從9月初的高點 開始出現持續的一個調整 那主要的殺跌動能 是來自於周期股 像煤炭 鋼鐵 有色化工 另外一個就是創業板指數 其實從整個的這個 8月下旬以來 其實是呈現出一個 底部直卷抬高的一個過程 而滬深300 似乎也有走出底部的一個特點 所以我們認為 就整個四季度到目前為止 大盤依然是延續了 結構性的一個行情 我們認為 上升指數 從短期來看 那麼運行重心 似乎還有小幅下移的一個趨勢 但是創業板指數和滬深300 特別是創業板指數 我們認為已經有這種結束 短期盤整 繼續向高推高的一個動能 所以我們認為 可能大家需要在操作當中 要把握這種結構性的差異 主持人 OK 就像您說的 最近市場整體是以板塊 經驗高低切換為主 我們看到前幾天 大漲的這個軍工板塊 今天就出現了回堵 那前期火熱的一些像光伏 鋰電還有新能源汽車板塊 也出現了明顯的估壓 反倒是煤炭板塊 跟隨期貨大幅反彈 消費股也獲得資金的一個墜入 但是因為就像您說 熱點的輪動非常的快 並不適合這個散播進場 所以您建議這個投資者 現在應該要如何去應對 當前的事況 對 實際上就是大家會發現 為什麼輪動比較快 尤其是臨近年底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知道 機構投資者在臨近年底的時候 他兌現利潤的這種意願 是比較強烈的 那麼這種兌現利潤 就是會把這個之前盈利比較多的 漲幅相對偏大的一些板塊 進行適當的減倉和了結 逢低去佈局一些這種 相對調整較為充分的一些板塊 所以大家會發現 在進入到四幾度之後 市場的熱點開始輪動明顯的加快 甚至經常有個熱點是一日遊的一個行情 那作為普通投資者 我們怎麼樣去應對呢 第一就是大家可能需要去注意 不是說每一個節拍 我們都要精準地去踏準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適當地去把握 自己相對看好的一些行業板塊 然後進行逢低的佈局 等待這種後期的一個熱點切換之後 帶來的這樣的一個超過收益 另外一個就是作為普通投資者 可以一不變 應萬變 就是說盡量地減少操作的頻率 那麼必貶左右挨巴掌 所以我們認為可能在操作當中 一定要注意不要盲目地去追高 所謂的這種市場的熱點 特別是缺乏業績支撐 這種短線講故事的熱點 而應該將注意力放在 經過充分調整 而且估值相對合理的一些 包括部分的二線籃籌 以及那麼像包括成長股當中的 新能源 半導體芯片 軍工 逢低 應該說是有一定的機會的 那另外這個北交所預計 15號會正式的開版 首批上市公司 將會由這個新三板的精選層 直接的評移 並不會有新股發行融資 當然這被市場解讀是說 它不會對這個互生兩市 構成資金分流的壓力 不過由於北交所 它主攻這個專精特薪的 這些重要企業 如果說北交所未來 三五年發展順利的話 它也很有可能會壟斷 未來的這個上市的資源 所以外界認為 不管是在資金的流入 或者是市場關注度方面 都很可能會超越互生兩市 那麼這個方面你怎麼看 首先我覺得就是說 從這一次的這個精選層評移來看的話 也體現出監管 對於目前市場的一種呵護 就是盡量減少這種新股發行 對於這種資本市場 造成這種資金橫向的一個移動 但是我們需要去考慮 就是說北交所的定位 其實更多的是跟目前上市 應該說規則有完全不同的 叫專精特薪 就是目前不符合上市條件 不符合A股上市條件的一些企業 在這個北交所進行上市 另外一個其實也是對於未來 那麼地方的這種股權交易中心的 這種優質企業 可以有一個向上提升 以及促進他們融資渠道打通的 一個這樣的一個 我們認為有一個政策的一個意圖 當然了就是從普通投資者來說 我們認為呢 可能北交所目前的這種上市呢 可能不會有太好的一個這種表現 因為在近期大家會發現 A股的這種新股的破發 似乎成為了一個魔咒 那這樣的話呢 可能對於這種北交所的這種 精選層大概60多家上市公司 平移的話 可能不會有太多二級市場的亮點 所以可能投資者呢 我認為在新的事務出來之後 我們認為可以先保持一定的一個觀望 而短時間來看的話 那麼對於資本市場的壓力 可能也並不像大家想的那麼多 而未來呢北交所的定義呢 主要還是從這個打造多層次 資本市場體系的角度出發 這樣的話呢可能對於整個A股來說 也是一個良好的一個組織架構的一個構建 好 非常謝謝吳先生就A股做的分析 非常謝謝你 再來關注其他的消息 中國工信部呢在今天發表聲明 堅決反對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 早前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撤銷了 中國電信子公司在美營運許可 指中方呢會繼續地採取必要措施 來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權益 工信部指出中國電信美洲子公司 在美運營近20年一直嚴格遵守 美國的法律法規和監管要求 美方在位列出具體違法事項的情況之下 僅憑主觀的揣測和懷疑 就吊銷了牌照 並不符合美國市場化國家的形象 也損害了包括美國用戶在內的 全球消費者的正當權益 工信部又指出美方近年來 不斷以國家安全為由罔顧事實 平凡制裁中國企業 是濫用國家力量對中國企業的無力打壓 中方敦促美方撤回有關的決定 平止將經濟問題政治化的錯誤做法 中方也將繼續採取必要措施 來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權益 休息一會兒到稍後 但您關注的是美聯儲呢 在稍後就會公佈議席的結果 市場預期很可能會在本月中 就開始縮減買債的規模 我們待會見 來看澳洲股市走勢分化 英國的股市下跌 但是德國 法國股市靠穩 斯托克600指數則再創歷史的新高紀錄 企業季度獲利良好提振市場的憧憬 將礦業股反彈對大盤有所支持 至於昨月美股連續第四天 創收盤的新高 昨月道瓊斯公益指數 先跌後回升 中場收升近0.4% 首度佔上兩萬六千點收市 標普白指數也上升超過0.3% 而反映科技股的納達哥指數 則收升0.34% 至於美聯儲預計 將會在週四凌晨兩點中 公佈議席結果 市場預期將會公佈 縮減買債規模的行動 美國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 否認和駐車公司赫兹 簽署了大量大中的賣車合約 特斯拉行政總裁馬斯克 在社交媒體表示 並沒有和赫兹簽約 並且重申目前市場上 對公司電動車的需求 遠高過供應 所以只會以零售價來售車 而赫兹買車的行動 對公司的經濟沒有影響 但是赫兹隨後發表聲明指 特斯拉已經開始交付車輛 又形容顧客初步的需求 非常地強勁 赫兹是在上個月底宣布 訂購了10萬輛特斯拉的電動車 首批會投放在歐美地區使用 美國財經媒體發布了一項調查顯示 市場普遍預計美聯儲 將會在11月中旬開始 縮減買債的規模 並且會在明年 採取更為激進的加息舉措 美國財經媒體CNBC發布 最新美聯儲政策先進調查 絕大多數的市場人士 預測 美聯儲將在本周三的政策聲援中 宣布減少每月資產購買的決定 宣布從11月15號開始縮減購債規模 並正式承認通脹持續時間超出預期 同時 受訪者還將美聯儲首次加息的時間點 預測從明年的12月提前到了2002年9月 市場預計 聯儲加息步伐將更加激進 其中44%的受訪者認為 美聯儲將在明年7月前加息 這意味著縮減購債規模結束後的 短短幾個月內就將採取加息舉措 另外 60%的受訪者認為 通脹是足夠大的風險 以至於美聯儲現在應該停止所有的資產購買 美國9月核心PCE物價指數 繼續維持1991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而在通脹高企的同時 企業雇佣成本增速也創下20年來最高紀錄 峰河衛視 陣經委將廣復 紐約報導 綠色金融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手段 政治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舉行期間 各國和地區也就綠色金融作出承諾和加強合作 聯合國氣候峰會東道主英國的財政大臣 蘇納克周三在演講中宣布方案 以讓英國成為全球首個排放淨零的金融樞紐 他表示英國支持綠色債券等新的資本市場機制 政府將會對新成立的氣候融資專責小組 撥款1億英鎊 重塑全球金融體系以達致排放淨零 並發行數以10億英鎊計的綠色債券 協助發展中國家轉化為可再生能源 他又表示 從2023年開始 所有金融機構和在英國上市的公司 必須發布排放淨零的過渡方案 但淨零承諾不是強制性 也不會禁止投資於探秘籍活動 聯合國氣候問題特使卡尼表示 世界有的是錢 但需要把這些金錢投在符合淨零目標的項目上 全球最大基金管理公司貝萊德周二透露 已經籌集到超目標的6.73億美元 用於氣候相關的基建投資 例如在新興市場發展可再生能源 基金希望可以作為動員民間資本 協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典範 獲得法國 德國和日本政府的投資 另外 香港金融管理局周三表示 與國際清算銀行創新枢紐轄下的香港中心 完成了在香港向零售投資者 發行代幣化綠色債券的概念認證 金管局會進一步研究 透過政府綠色債券計劃 實行發行代幣化綠色債券的可行性 港交所周三也宣布 已經加入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 以及淨零金融服務提供者聯盟 港交所將會與其他世界領先金融機構 聯手合作 推動全球向淨零經濟轉型 鳳凰威視綜合報導 香港財政司長陳茂波 今天表示在一國兩制的優勢下 香港仍然是金融科技公司 尋求在區域內和環球拓展的首選地 另外他表示未來幾個月將會公布 本地央行數碼貨幣的研究成果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周三出席香港金融科技州 開幕事實表示 根據9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香港成為亞洲第一 全球第三的國際金融中心 反映香港過去一段時間 雖然經歷了疫情及其他挑戰 仍然無損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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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SAR政府 正在努力地努力 和英國公司 幫助金融科技工業 拒絕大利益的機會 在GBA上發生 陳茂波指香港金融管理局 正研究發行央行數碼貨幣共零售使用 預計下個月會有研究結果 他又指金管局推出的快速支付系統 轉速快 也就是FPS 用戶登記截至9月底已經超過900萬 平均每天處理超過74萬宗 總值52億港元的轉賬交易 鳳凰衛視 金曉飛 香港報導 中國恆大表示今年7到10月份 完成了546個P4的交流工作 將會以最大的決心和最大的力度 確保樓盤的交付 接下來再看一組財經簡訊 中國恆大表示今年7到10月份 完成546個P4交流工作 涉及184個項目 其中7月交流項目105個 8月交流85個 9月交流48個 10月交流39個 恆大表示將保质保量完成樓盤交付 港交所宣布已經加入 格拉斯哥近零金融聯盟 以及近零金融服務提供者聯盟 實踐港交所對推動全球金融市場 可持續發展的長期承諾 香港證監會表示 虛擬資產發展覆蓋範圍越來越大 目前正在檢討監管條例 包括研究是否接受虛擬資產的ETF 和零售投資者可否經過 網上渠道投資海外交易的虛擬資產 微軟將推出元宇宙虛擬空間 與日前宣布改名為Meta的臉書競爭 受消息刺激 微軟週二收市股價攀升1.14% 創歷史新高 市值首次突破2.5萬億美元 騰訊首次披露三款自研晶片 包括AI推力晶片紫銷 視頻轉版晶片滄海 以及智能網卡晶片旋靈 騰訊表示 目前部分晶片已經進入試生產環節 鳳凰威視綜合報導 第八屆深港潛海人才合作年會 在深圳潛海合作區舉行 潛海公布國際人才一再是服務包 為戰略科學家等6類人才 提供100項的服務 在二號舉行的第八屆深港 潛海人才合作年會 繼潛海國際人才港招商推介大會上 潛海正式發布 潛海國際人才一站式服務包 專門為戰略科學家 科技領軍人才 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師 香港青年海外人才等6類人才 提供100項服務 服務包針對不同人才特點 訂製了不同的服務菜單 針對港澳青年 提供17個專項服務 包括政務服務專窗辦理 就業潛海搭建平台 辦公潛海租金優惠等各方面 希望吸引到更多的香港青年 到潛海學習就業生活 另外針對在國家重點領域 及重點產業 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 科技領軍人才 服務包提供22項服務 包括提供專項人才服務員 舉薦聘請 顧問團 聯通科研資源橋等等 協助進行產學研協同公關 官方數據顯示 截至目前 潛海已經聚集了境外人才 達到6000多人 各類的高層次人才有577人 鳳凰衛視張熙宇丹 深圳報道 再來看香港發展局 在今天公佈位於香港中環 新藏地帶的新海濱 三號商業地塊 由恆基造業地產 以508億港元中標 這也創下了香港有史以來 最貴的單英地皮 項目採用雙性風質招標 勝出項目總得分100分 無論是價格設計 都為表現最佳的標書 而項目扣除政府設施後的商業樓面 161萬平方尺計算 那麼每平方尺的樓面地價 超過31000港元 中標的方案是以橋作為發展概念 希望可以建設成世界級的地標 加強中環內陸和海濱的連接 預計將會新建三座建築物 一座是多用途 另外兩座作為辦公樓 項目獲得的批築期為50年 拜拜 謝謝說完今天的節目 我是簡不江 祝您晚安 再會